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现在是圣诞节 但是这个圣诞节 你关心国内的时政话题 能有哪些让人开心的事情 就是说一想一想还都是蛮气人的 这两天我继续追踪的是李田田的事件 宋庚一因为学生的举报被开除 然后李田田声援宋庚一 结果李田田也被抓到了精神病院 现在这个事情 你就是说你看那些无耻的跳狼小丑 都开始出来蹦打了 就连胡锡进现在也是出来了 胡锡进现在你不是退休了吗 退休了还发回愿 还在到处找盘子叼 还在到处的去带风向 你看胡锡进他对于这么一个事情 他是怎么说来着 现在对于李田田不是抓到精神病院了吗 说经核实有什么精神病 有什么过急行为需要住院治疗 你信不信 不管别人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那对此胡锡进是一个什么态度的 他说湘西的通报中包含了精神病院 怀孕等李田田的讲述的随便化因素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会相信 李田田是因为是受了迫害的 就是说我们都不相信他有精神病 包括很多有智商有脑子的人都不相信 而胡锡进他就在这边带风向 说那些人都被骗了 他们情愿相信李田田是一个受害者 李田田是吧 我们都认为李田田怎么可能会有精神病 胡锡进的观点是李田田他就有精神病 你们不相信的 那说明你们都被带风向了 很难想象湘西州敢集体编造李田田患有忧郁症的谎言 那是严重犯罪对那些公众对那些公务员来说 意味着不可承受的风险 他们图什么意思就是说 李田田是坐实了有忧郁症 如果说坐实有精神病 为什么要造谣 造谣风险很大的 胡锡进此时此刻再带这么一个风向 我真的是很难读的 就是说环球时报主编的水平也不过如此 我是读了好几遍我才读懂他的话的意思 到底是他这个表达能力不行 还是我理解能力不行 这就是胡编的水平 对于这么一个事 包括谁可能网友也会说了 你看看李田田的母亲都出来了 都出来发话了 都说李田田生病了 好 在这里我大致过了一下 回头我把这段将近两分钟的视频 我插到这个节目后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就看一下他这个眼睛 你看他的眼睛 如果说一个人他要是读稿的话 眼睛是都是从左往右 或者说是从右往左 就是来回动的 当然这样看 你看不太清晰 我给他插到视频里面 如果说不看的 可以快进两分钟 然后再看这么一个事 我是李田田的妈妈 谢谢大家对李田田的关心 我们家李田田从小 聪明的 考取了贵家 免费读书的大学 参加了工作 但是李田田 读大学的时候 他有点抑郁症 也得到医院里看过 几次中转结束的 没有其他的之后 今年是也很清晰 家政了 学校也很关心 让他一直在家休养 前几天 县里的人 到我家来了解情况 说他在网上话聊 说东西 天天很激动 他又怀了孩子 我就担心 我就很担心 就和他过夜 他没商量 但过夜就是 教育自己的工作 送到营业看起 病 看起 吃看病 天天 吃看病 县里学校都很关心 田田现在已经赚到 人民营业资料 情绪都很好 我很感谢政府 也希望 田田能够安心 让病 把病 之后 飞去 后 上班 我也希望大家 都很关心 他 也希望大家 这段时间 不要再打扰他 谢谢大家关心 那好 现在这两分钟已经过去了 咱们再继续来聊这么一个事啊 要说李田田他被抓到竞争病院去 为什么被抓进去呢 为什么呢 你说声援一个呃宋公一老师没多大事情啊 为什么呢 其实啊 李田田他以前就是一个公众人物 他以前也是 呃 写诗啊 写诗歌 写散文呢 有一定影响力的 哎 就有就是说之前可能就就想去治他了 但是之前没治他 那么看这个啊 李田田早的2019年就是公众人物 那年10月10日 他在公众号发表一群正在被毁掉的乡村孩子 指责基层学校检查过多 教师负担过大 基层形式主义严重 随后他被永顺县领导 雨夜11点约谈 啊 微信关注啊 央视党刊都对此次进行通报和评论 使他平安度过 2019年 你看看这个啊 看了没有啊 乡村教师李田田热了什么事 新闻一加一啊 这一次这个党媒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 还站在了这个什么 还帮助了李田田 你包括像哎 白岩松 乡村教师李田田热了什么事啊 啊 半月谈请给李田田们留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啊 CTV13 哎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小粉红会觉得哎 你看看 这个党媒都可以啊 喊出来这样的口号啊 都可以给出这样的标题 请给李田田们留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是不是啊 我党又开明了 我党又光是伟大正确了 我党又是吧 马上膝盖一软扑通唱功唱唱唱唱唱征服 哎呀 共产党真伟大啊 你看看都可以给李田田留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然而然而这两年过去了是吧 李田田一声人送更衣 我觉得怎么事业都闹大了呢 原来啊 之前有过案底的 之前说到那些话 之前哎 说的关于这个什么啊 一群正在被毁掉的乡村孩子 因为这么一个事已经是有了案底了 对于他们维稳机构来说 李田田这个思想有问题啊 得控制他 可能这两年比较消停啊 踏踏实实的啊 教书育人写诗歌啊 不唱歌诗 到现在一个宋更衣老师被啊 举报被陷害啊 然后宋天年就说了几句公道话 可终于被我抓到小辫子了 治他就治理那天啊 把他给扣上一个精神病的啊 忧郁症的这么一个帽子 然后把他妈给喊过来 刚才那个视频你也看到了 他妈你看看 那说那个话说的利索吗 本来 十秒钟能够说利索的话 硬是读了两分钟 为什么要读两分钟啊 这是想要给观众传达很多的信息 而实际上这是在念稿子啊 念稿子啊 就是说他们现在 已经没有沉默的权利了 李田田的母亲都没有沉默的权利了 这是闹的 你要说我个人我怎么看 你要是怎么去救人 声援 还是那样 怂 装怂啊 你跟他硬碰硬 你碰不过啥 就先装怂啊 先出来 先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李田田 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他的孩子要继承他优秀的基因 不要给他对着干 给他对着干 搞不好流产的 这问题很严重的 是吧 为什么说现在敢于反抗的人少 那就是因为在文革期间 敢于反抗的人都被杀绝种了啊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你认怂也好 还是写保证书啊 李田田能够先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啊 我在此呢 我不建议海外的那帮民运们啊 就找到一些话题一样 又找到一些鸡血一样啊 高举牌子啊 到处抗议啊 说这些没用 你越搞越大 底天天市就越大 好吧 那就先聊这么多吧